嗨大家好,我是彩丸,那今天再繼續講明明度6 這一個新手的超詳細小學 我們上一次都已經把幾個學院建起來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先來著重在幾個部分的改良 然後這一座學院的建成 還有這一座城市,以及也許這座城市把它建起來 那這一座後面旁邊的這三座城市的話 現階段來說比較不會這麼的急迫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會是變成在 我找一下,數學這邊有一個佩特拉古城 會是奧斯蒂亞這座城接下來準備必須要建起來的奇觀 那原則上會有幾個森林可以保留給它來去做使用 然後搭配一下馬格努斯 後面應該可以有機會可以建得起來 好那這邊的話這一個建造者 我們就把這兩塊地把它改良上去 那原則上現在挪威跟我們的關係是沒有到特別的好 那我們可能還要再看一下後續的狀況啦 那現在我覺得跟新手講幾個教... 現在的話我看一下我們開放邊界這邊 開放邊界大家都已經開了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嘗試去跟AI去用很便宜的價格 去跟它買這些外交支持 以現在來說的話我們可以跟德國用一斤買到十一個外交支持 那之所以其他的還沒有辦法買是因為 他們可能還沒有開始在累積外交支持的這一部分 那你現階段來說 你現在就去跟他們買外交支持有幾個優勢 一個是你如果沒有要玩外交勝利的話 你可以拿去讓它最後面後續再把它拿去用更高的價格去賣給其他的AI 可以讓你的經濟帶來比較好的優勢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你如果要玩外交勝利的話 這一些額外的外交支持是可以幫助你的文明器具去發展的啦 也不是說發展應該是讓你朝外交勝利的目標更進一步 ok 那我們這邊是完成了貨幣 所以貨幣完成的話可以建商業中心 然後遊戲和娛樂的市政其實也完成 這邊就完成了娛樂中心跟羅馬原型大劇場 原型大劇場的這一部分 我們現階段看起來是還沒有做這一部分的規劃 那我們可以考慮來做一下這一塊 我們這邊可以開一下切換視角到City Overlap在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如果說六格的話 目前來說的是羅馬這邊的城市如果有辦法做得起來 我們是可以做出包含五個城市的區塊 比如說在這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這邊就可以有幾個選項了 比如說我原本這邊要規劃成的是商業中心 那但是因為現在這一塊是可以涵蓋到五個城市 它也就是說City Overlap的意思就是 我如果在這一塊裡面我把滑鼠移到這邊 然後你可以發現周圍的那幾個白色 或者是應該要說白底的這些城市的範圍 只要它在這個範圍內的城市都可以吃到六格單元格的觸發涵蓋效果 那之所以是六格單元格為基礎 是因為羅馬原型大劇場 它的基本加成就是六格單元格的每個市中心 會增加文化值、忠誠度和滿意度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這一座娛樂中心跟 這一個叫做 到時候後面的那個原型大劇場可以建起來 然後我可以考慮 這一座應該說帝國發展就會變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邊其實也會有一座城市是吃得到 那外面的這座城 這幾座城基本上都只是在作為衛星城的去定位 所以這座城跟這兩座城沒有吃到 其實基本上是無所謂的 那原則上只要城市市中心的發展夠強 所以後面的部分就都可以不太需要特別擔心 那現在這邊有個小狀況是這個 稍微都被毀掉了啦 之前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可能這一個建造者先來幫一下這座 把它修復一下 然後這邊這個偵察兵我們先去自由探索 然後這一個的話 原則上你可以先去自由探索了 這一隻我們讓它走上面把這邊打開完畢 然後剛剛講到的娛樂中心 這邊如果建下去選擇做娛樂中心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要改成原型大劇場 但是它不能夠建在草原 秋林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考慮讓它重新回到商業中心 那我可能就不會讓它去做別的選項了 可能就不會做大劇場 除非這個位置我們可以來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會變成是 呃太空中心可能會改成建在這裡 然後我們把娛樂中心建在這個位置 然後讓原型大劇場可以建在這邊 OK 它建在這邊的話也是一樣吃得到它周圍的自己做成 所以也還可以 那原則上應該是會照這個方式去布局 所以等到我們的人口來到四人口的時候 這邊就會把它建成娛樂中心下去 OK 那接下來的話 市政的部分應該目前來說 開拓者還可以暫時先繼續留著 因為目前來說除非其他政策有更好的選擇 但是目前還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繼續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走向後面的選擇 是不是還OK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走向數學 把佩貝拉古城拿下來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時候走羅馬軍團 去拿一下實在分數 可是因為我實在分數基本上已經爆了 然後加上現階段沒有任何要打仗的必要 所以原則上我可以不必去衝那一塊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市政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邊娛樂中心跑完了 那原則上這場沒有要走劇院廣場的相關加成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可以不用考慮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拿自然哲學這一個經濟卡牌 如果你選擇它的話 你會發現我需要先完成戲劇和詩歌 所以這部分我還是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這一塊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原則上要嘛走防禦戰術 要嘛走歷史紀錄 通常是只有這兩塊選擇 那原則上來說 如果我今天是有一些海港城市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優先先走向 防禦戰術 然後去抓一下摩索拉斯王陵木的搭配 去給科技勝利目標追求的 去做搭配的樣子啦 OK 好 那這邊這一個開拓者 他現在在往下壓 我其實有點不太理解 他到底想要去哪裡開城 是有機率他可能會想要來到這附近開啦 可是問題是這附近開 呃要說對我有什麼影響 是沒有到特別嚴重 只是就是還是稍微麻煩一點 好啦那我們這邊來到政策的部分 我們就進到第一次選擇政策 我們可以選擇自由思想 那要注意的是 因為我現在進到的是黃金時代 所以跟如果你是一般時代 或者是黑暗時代 能夠選擇的政策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在現這段來說我認為 自由思想對於新手來說 都是相對比較友好的 尤其是在我們這一場 科技勝利的打法的話 那如果你是文化勝利的話 你可以考慮去做文化的奇形書畫 這一條政策 如果你是信仰那邊有比較高的加成 或者是說 你有穩定的信仰值來源 你可以考慮不朽之夜 然後如果是宗教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考慮教師原型 大概是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走向自由思想為主 這個的話呢 來自由探索 繼續去探索 然後這一個建造者 這一個建造者 這一隻要來這邊改良的 你這隻建造者的話 先把這一塊改成礦景 然後待會再來去幫這一座城去做改良 那順便可能 這附近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可以搭配的東西 那這邊完成了建造者之後呢 你現階段可以做個商業中心 也許是可以搭配的 OK 那這邊這一座城的話 現階段來說 剛完成的是建造者嗎 我覺得 水魔糧倉甚至圖書館 其實都是一個還算不錯的選擇 那商業中心這一塊 我覺得我們倒是可以先丟下去 讓他開始先鎖定一下這一個建造成本 那我先讓他去做一下糧倉 因為他現在人口的部分 稍微的有點不太夠 我們可以先讓這五個回合過去 然後順便等一下佩特拉股城 等時間剛好的時候 可以直接讓佩特拉股城下去 好 那這也順便提醒了我一下 我們這邊讓他先自己這幾個部分 先去探索 這也順便提醒我一點就是 馬格魯斯我們要準備讓他來到 奧斯蒂亞這座城了 所以我們這邊來做個行政長官的調配 重新指派馬格魯斯來去到奧斯蒂亞 指派過去 這樣他這邊時間上會比較剛好一點 那這一個建造者一樣 繼續朝這個方向去前進喔 OK 好 我們這邊後續的話 應該會需要有一座城 或是有一個一兩座城的部分 來去幫忙做一下開拓者 因為那一座 那一座城是需要建起來的 尤其是這一座 至少這座城是我一定要建起來 那旁邊這兩座城有沒有起來 倒是無所謂 那只是說這一個開拓者 他看起來應該是要來這附近 他如果真的在附近開城 對我來說 壓力是沒有到這麼大 因為我現在畢竟在黃金時代 只是說這個位置被他如果開掉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點點麻煩 心情上啦 如果今天是高難度等級的話 你其實完全不應該讓他們能夠開這座城 那當然另外 如果你我們換個角度來想的話 如果今天是高難度的等級的話呢 通常這個時候如果挪威真的在這邊 他其實只好就應該跟我開戰了啦 所以這是中 應該說入門等級跟難度高一點的時候 你必須要做的一些不同的應對 因為像現在等級比較低 難度等級比較低 所以我知道他不會那麼快的跟我開戰 他頂多跟我開突擊戰爭 可是我的科技 我的經濟狀況 是完全可以應付得來 所以這部分倒是還好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剛剛首都這邊完成了糧倉喔 所以說我覺得現階段 我們就是先等一下這邊人口的部分 四個回合 四個回合的話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稍微讓他先做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所以我們這邊讓他先做個水膜 讓他先跑一下 因為待會要讓他鎖定一下娛樂中心 然後再把水膜先完成 原則上會是這樣的順序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可以選擇一個錢比較多的 然後 商人的部分的話 現在就讓他直接先來去跟 克里這邊做貿易 那你也可以跟卡蒂夫這邊做貿易 可以拿到一個 呃 城邦的一個 加成喔 老實說這個部分倒是還行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稍微跟卡蒂夫一下 順便拿一下他這邊的這個使者 還OK 後面再來去考慮別的事情就好了 好那這邊這個我想要站上來這邊 等一下 也許有機會可以依靠這個偵察兵去把這個營地偷掉 呃也是有機會的 OK 那這個建造者我讓他回來到這附近好了 因為他目前來說他比較不太需要帶來去幫忙 你先過來這邊 好這個這個偵察兵就自動去探索了 也可以不用理他 那我們這邊讓這個勇士先過來 那你這邊這一個的貨啊 好我想要你攻擊一次 然後待會讓他先自己慢慢回個血再說 那這邊兩艘完成 所以這邊一個回合之後會有佩特雅古城可以去見 我們讓他先去做 跑個一個回合的商業中心 OK佩特雅古城這邊完成 好 我們剛剛發現的是 這邊剛剛那個挪威的 挪威的那一隻 派拓者還沒有出現喔 所以現在不知道他跑去哪裡了 這個交換器我是要讓他駐紮回血的 好科技的部分跑完的佩特雅古城 我們接下來準備要進入到的是大學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直接衝向大學的話 路上會先經過劍術 然後騎馬 以及學徒 這部分這三個部分其實都是還OK的 我們可以先直接這樣走沒有問題 那還有一個選項是我們騎馬跑完之後 先來去走一下煉鐵 然後再來走向學徒跟教育 因為煉鐵那邊可以拿一下那個羅馬軍團的加成的部分 這邊水模完成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讓這座城開始來去完成一下學院 然後把這邊這座城的佩特雅古城先丟下去放 那丟下去放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去開始讓他處理 這邊政策的部分 待會下一個時代完成之後可能要來做一下調整了 痾...你這邊這個建造者我可能會需要你回來啊 所以...痾...我可能需要你回來 暫時沒辦法去幫那座那邊管理了 不過沒關係 我剛剛稍微的忘記有這件事了 要不然其實...不應該派他出去啦老實說 不過沒關係啦 時間上...以這個難度來說時間上還是OK允許的 那這邊我們剛剛因為完成了歷史紀錄 所以多拿到了一個形成長官的職稱 這時候的第二個職稱 應該說...欸...因為其實也不能算第二個 這已經算第三個形成長官的職稱了 因為第一個第二個嘛 所以平加拉這時候的形成長官職稱 我會建議你去選擇平加拉的升級 除非你現在有其他的需求 比如說你可能在打仗 你要選維克多 或者是你有宗教的部分可能會需要默克沙 那如果你有海岸城市你可能會選擇瑞納 可是大部分情況下選擇平加拉的強化是 比較全面也比較彈性一點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選擇的是研究人員 那其實我也可以不考慮先走研究人員 我們可以考慮來走建賞家 但是...以現階段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走一下我建賞家其實是好事 因為我們目前除了開城以外 比較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去拉文化值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現在稍微的去把文化拉起來一點點 那因為科技回合加成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依靠接下來這座學院 還有這座學院拉起來 其實就已經算是會蠻足夠的 那如果這座城市也有辦法弄得起來的話 整個的科技其實就已經非常足夠 所以我們這邊強化的部分我先選擇建賞家去拉一下文化 OK 那這邊的話剛剛完成的水魔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去把娛樂中心先建下去 讓他直接開始去做 準備去搶羅馬原型大劇場 OK 弓箭術然後這邊的部分 政策的部分我剛剛其實忘記要調整了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花一點錢 因為這一個時間點倒是還沒有到特別貴 我們先花一點錢 然後我要把這一個自然哲學先丟進來 建造者的部分可以先稍微先放掉 因為目前來說比較沒有特別要用到他 那但是強迫勞役的部分我想要先丟進來 取消掉城市規劃 所以原則上現在會變成這個狀況 那這一個殖民之所以還留著是因為 我也許還會有需要去做一些開拓者的動作 所以這部分的話還是需要暫時先留著他 而且這一座開拓者的話我可能會直接用錢去把它買出來 所以還是需要稍微的去拉一下他 那這座城市我還是希望可以建起來啦 所以才會把它弄下去 那我們這邊這一個建造者農場建下去之後 在天然災害支援過的單元建上的 首座改陽設施會拿到時代分數喔 所以這邊的話這一個原本是一個氾濫平原 所以我們在這邊上面做了一個農場之後 會拿到一個分數 這是大家可以稍微記得的一點點小PayPal 在時代分數這一方面 那接下來這個的話我們就來去這裡面 把它先拿掉他然後讓他上來 這一隻的任務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就算被這一個滿族騎士殺掉 我也不太...我也覺得無傷大雅了啦 OK他是沒有死亡 不過...還好啦 沒關係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可以直接來去 先把這一塊地買下來 然後同時我們後續還需要買這一塊地 所以我們現在先買這一塊地 然後用建造者把它砍伐出來 我們來去刪減加快一下佩特拉古城的速度 這樣會直接變二十八回合 原本是三十六直接變二十八 這樣少了四...欸八個回合的時間 幾乎是減少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出來 那這邊這一隻的話我們讓他躲過來這邊 看有沒有辦法活得下去 因為這邊其實還有其他的這個... 克里的單位在 所以他有可能會去攻擊那邊 那這邊剛剛完成了一個學院啦 這個學院基本上現在就已經是變成加十二科技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政策卡牌的緣故 直接Double...直接把它Double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已經直接... 光是這一座科技的這一個學院 就佔了我城市整個帝國四分之一的科技回合數 這個...這個學院是真的蠻誇張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旁邊有類似的地形的話 大家可以多多去利用它 好那這邊的話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商業中心的部分還是可以先建下去 我們可以讓他先放下去到底下來 那我估計原則上應該是會建在這邊 這座城的其他部分 我就沒有特別要去規劃任何的選項 我們這邊先把圖書館讓他先完成 商業中心的部分只是先建下去 讓他先開始累積一下而已 先把他鎖定在那邊 那...原則上這邊這一隻開脫... 呃...這個建造者接下來要來去到的是 這一個位置或者是這一個位置 可能可以先去改那邊啦 那這個就繼續逃 如果能夠跑多久就逃多久 最後面死亡呢其實也沒差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開始來招募我們第一個委員喔 第一個委員是大科學家 因為我們現在學院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而且圖書館也開始在累積 你可以發現 我這邊的話每回合是4.6的科學家點數 另外德國他們每回合才1.1 所以其實我這邊累積的大科學家數目會非常的多 所以說接下來的話 我們現在是弄到張痕 那如果你有安裝委員模組的話 你可以發現 你曾經從這邊概述這邊去找到各個大科學家大商人 或者是大工程師 海軍統帥 大將軍 這幾個委員的... 呃...每個時代可以拿到哪些委員的選項 以大科學家來說的話 我們目前的時代是在... 古典時期 所以現階段來說 現在張痕是第一個重點 大家會先拿到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有可能會是其他三個 那這是...這個部分的順序是隨機排列 只是說看大家能夠拿到多少個... 呃...委員就會在那個時代拿到多少個 所以像現在的話是張痕 張痕的效果你會知道它是觸發天文導航 數學跟工程...工程這三個科技的友理卡 那如果已經觸發過這些友理卡的話 這個科技會直接完成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天文導航數學跟工程喔 天文導航在這邊 然後數學在這邊 那至於工程的部分... 我也有點好奇它在哪裡 在這裡 好 那...有一個問題是 這三個科... 這三個科技對我目前來說 其實用處不是特別的大 我寧可去拿... 我會比較希望拿到的是... 蒂帕蒂亞 欸...不對...西帕蒂亞 這一個委員 他會幫該區域直接建造一個圖書館以外 記得要是學院喔 學院區域直接建圖書館 你就不需要再去慢慢的把它產出 他可以直接幫你建起來 那他還會幫所有的圖書館加一 科技值 這一個東西 對於我們現在這一場的勝利來說 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們可以來稍微觀察一下 細節論來說 如果我現在拿完了這一波 那...以其他現在1.1 如果60個...60分可以拿到一個... 呃...那個叫做... 呃...那個叫做什麼... 偉人的話... 我們現在每回合是弄到4.6的科技 如果60分的話可以拿到一隻 我們大概只需要15到20個回合之內 其實就會拿到一個大科學家 那如果按照現在這個速度的話 我就算現在招募進來 我也應該有把握可以再... 拿到下一隻大科學家 那至於會不會是西帕蒂亞就不知道了 到時候再說 要等到我招募完這一隻的之後才會能夠確定 那...我覺得如果是按照現在這個難度 跟這個時間點 然後加上我現在科技領先的速度來看 我們其實是可以直接先招募 然後來看下一隻是什麼 下一隻是什麼再來決定說 要不要直接招募 或者是就乾脆放棄下一隻 因為其實像後面這幾個 這幾個他們雖然都是帶來尤力卡的加成啦 可是其實總結來說 你這四隻在古典時期的委員 其實最重要的會是西帕蒂亞 絕對會是西帕蒂亞 除非是其他某些特殊的情況啦 但是大部分時候都是西帕蒂亞最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的話就是決定先來直接招募 招募進來之後呢 我會拿到教育的這一個尤力卡 因為教育這個尤力卡的 的那個... 尤力卡是招募一位大科學家 所以這樣會直接招募得到 這其實也還算是不錯 好那接下來的話 第二個重點是大科學家會出現在這裡喔 他可能會出現在你任何一個城市裡面 有學院的那座城市裡面 好那重點是我們就直接先把它派遣到 學院的部分 因為你可以發現他只有在學院的地方 才可以觸發他的效果 那也不是每一個大科學家都只能夠在學院觸發 有些大科學家的觸發條件是在別的區域 這部分就要看那一個... 呃...尾仁的設定條件來決定 那我們接下來另外重點是來看尾仁接下來是誰 好那果然是大科學家西帕蒂亞 我們現在就是直接在13個回合之後 我們會有機會可以直接拿到 這一個大科學家 那我們現在都必須要關注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就算德國雖然說是每回合1.1的大科學家點數 所以其實我們是他的四倍 但是如果他中間又有做任何的東西的話 他也一樣有可能會縮短這一個數字 如果他現在如果可以拉到2分的話 只要他能夠拿到每回合2點的情況底下 他就會直接變成14個回合 會相對來說有更多的機會會追過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稍微關注一下這個數字的部分 好 接下來就進到下一個回合啦 好 我們這邊完成了煉鐵 拿到羅馬軍團這個...羅馬的特色單位 那羅馬軍團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其實這一場現階段來說 不太需要去做任何的軍事防禦 至少現在還不用 當然你可以注意到的這邊是 其實現在挪威的軍事戰鬥力稍微的有比較拉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我也許還是需要稍微的去注意防範一下這一部分 所以如果要的話 我現在可以直接升級 花費150斤 然後跟10個鐵 去把羅馬軍團升級上來 那這部分其實有好有壞 壞處是我會花費一點錢啦 那好處當然是我會有一個還不錯的 古典單位 近戰單位 他會取代原本的劍士 然後他會相對比較便宜一點點 又不是便宜嗎 其實也忘記有沒有比較便宜了 但反正 他會讓我的軍事戰鬥力稍微的拉高一點點 那我覺得我現階段來說 我可以考慮直接把他升級上去 那拿一下這個時代分數 以外我們還可以稍微拉一下軍事戰鬥力 至少讓挪威這邊不要覺得說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輕鬆的打下來等等的狀況 但只是光是有這隻在 他基本上這個投石兵是絕對打不過來的啦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下一個重點就是來看一下剛剛的大科學家 大科學家這邊的話你要怎麼使用他 其實每一個偉人的使用方式都是一模一樣的 大概都是在他們的這邊會有一個激活效果 那激活效果的條件內容 就是跟剛剛大科學偉人這邊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只要把他派遣到 他可以觸發這個條件的地區 大部分時候是會用反白的方式來顯示 你只要按下這一個按鍵 他就會直接觸發他的效果 那我們知道的是他會對天安文導航帶來尤立卡 然後會對工程帶來尤立卡 那另外一個是數學 可是因為數學這一條我已經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他就完全是沒有用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這一個科學家偉人現階段對我來說 比較沒有這麼大的用處 就是因為他 我的科學已經進展到他的速度以外了 所以其實這一個偉人對我來說 效果沒有到這麼的大 那當然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好處 就像比如說 教育那邊有獲得了一個尤立卡 這還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加成部分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邊這個先繼續往這邊 然後繼續走向下一個回合 那我們這邊完成了摩索阿桑林木 這一個防禦戰術的政策 我們現在可以稍微的來調整一下政策卡牌 但是應該是沒有特別要調的 沒錯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現在重點還是在佩特拉古城這邊 要把這個先完成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羅馬運行大巨場也要完成 這兩個部分完成了以後 我可能才會考慮把那個叫做 開作者的部分拿掉 還有奇觀的部分拿掉 那開作者的部分是這段期間我可能會需要有 經濟可以讓我去把一隻開作者買出來 直接把這座城建起來喔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另外一個需要考量的地方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來去把這一塊挖開 我本來就是要給他來去這一塊把它弄起來的 這會因為他是樹林的關係 他會帶來比較多的食物 然後生產力的部分其實是差不多的選擇 那原則上你這邊產出之後的人口應該會變成5 然後這邊會削減到一點點生產力 所以你會變成5的人口 然後來到19個回合樹 其實相對來說也還算OK啦 我們只能夠盡快的去拉低一下他的生產所需啦 因為這座城其實剛剛在完成金字塔的時候 就已經花費了蠻多樹林的地區了 所以現在就只能夠慢慢去累積啦 好那市政的部分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可以走向的是封建主義 封建主義會是你在中世紀時期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是第一個進到的市政 因為他的重點其實是在他的被動效果裡面 每和兩個農場改良設施相0 農場的改良設施提供的食物就會加1 那種植原改良施的提供的食物基本就會加也會額外加1 那這個東西的效果就是在於說你原本的農場 假設說我們今天如果這三個都是農場好了 你可以發現農場本身他帶來的效果是加1 跟0.5的住房建築 那如果他有其他的條件的話 他會有額外增加的食物來源 但是基本他就是加1 食物跟加0.5的住房 0.5的住房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弱一點點 他只會在很 呃 你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 你可能才會真正的來去選擇到做農場的這一塊 至少在前期的這一部分來說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其他的選擇可以去利用的話 你大部分時候都不會選擇他啦 那可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剛剛回過頭來講 封建主義這邊如果你加上去之後呢 我們這邊如果封建主義加上去 這邊的話本身是加1食物 如果這邊又有一個封建 呃又有一個農場 我們把它放進來 他們兩個都一樣還是加1食物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這邊也弄了一個農場 在沒有封建主義這個政策 市政解鎖的情況底下 他們各自都是加1食物 OK 好 但是如果你的封建主義有下去了以後 他們每一個農場都會變成加2食物 這對於整個城市的人口發展來說 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爆發 因為你的幾乎所有的人口成長等於是double 而且有的時候是翻了兩三倍以上 因為如果你這三個農場全部是同一座城市的話 它基本上等於是 雖然說一樣是翻了兩倍啦 但是你的人口你會瞬間看到蠻大的突破成長的 所以封建主義對於中世紀的人口成長來說 其實是相對蠻重要的 如果你的農場能夠搭配的還不錯的話 你其實人口會發展的非常快速 那人口發展的快速 這代表說你有更多的人口的勞動力可以去做改良 其他的區域的改良等等 所以這部分的話人口也其實算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 OK 那接下來的話另外我們又拿到了第二個 接下來新的行政長官指稱 那這個行政長官指稱 我們就會把它丟回去到研究人員這邊 讓我們的科技也持續的發展起來 好 那目前可以看到我們科技已經來到了每回合52 基本上是第二名的3倍左右 所以基本上領先的幅度已經非常大啦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繼續走下去看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原則上科技升級的目標基本上都還是要在太空中心這邊以後才會開始的 所以等到這附近的幾個東西都做完了以後 尤其這個學院然後這個圖書館跟這邊佩德拉古城做完之後 這幾座城市的發展應該都會變得還不錯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陣道者就是來這一個位置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會需要兩個農場出來 這樣子的話這邊人口食物才不會不夠 那這邊的話我還是會先選擇讓他去做這兩個的調整 因為我們需要 我會需要這個佩德拉古城可以趕快起來 但我又不希望他人口掉太快 所以原則上是維持這兩個選項就好了 那只要佩德拉古城起來了 這座城市的所有沙漠區域都會起飛 那這部分就會比較不太需要擔心這座城了 OK那這邊學圖的部分我們也已經跑完 可以做工業區然後皮卡戰士 還有工業區的建築工作坊 然後礦景改良設施本身也會額外加一的被動生產力 這一個部分的話我們現在又可以來去做 同樣的去做City Overlaps的考慮 我們現在的話一樣可以發現 最主要的還是來自於這座城市 因為他涵蓋的範圍還是一樣是最大的 可是我這座城市基本上應該已經滿了 所以他可能不太會有其他的選項可以去做 如果我們用成涵蓋加7的範圍加8的範圍 或者是加9好了 加9的話大概目前都是這座城市本身到可能這邊吧 我看一下喔 1 2 3 4 5 6 如果在這邊這一座地方蓋工業區的話 那至少周圍的這幾座城還是吃得到他的加成 那就是梅迪奧蘭這座城市會吃不到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工業區的話 這座城市也可以考慮 只是說重點可能還是會比較偏向於在 我還是希望工業區或者是羅馬尼勳達劇場 這一類的單位這一類的建築 他可以觸發的範圍可以更大 可以涵蓋到更多的城市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可能會先站定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期再來考慮到底要怎麼來去處理 那等到我們後面真的要來做這個工業區的時候 以及我為什麼會選在這個位置 我們再來去做到時候的介紹 原則上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希望他能夠涵蓋更多 最大程度的涵蓋所有城市裡面 跟羅馬尼勳達劇場的概念是一樣的 好那這邊剛剛完成的娛樂中心 我們現在要考慮要來做的是競技場 因為你會發現羅馬尼勳達劇場 他需要旁邊有一個 擁有競技場的娛樂中心 我才可以去建造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要直接考慮來去做競技場 那有另外一個選項是我們可以用金幣 來去購買競技場 可是我現在金幣的狀況 稍微的差一點點 六百塊 有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讓我先來賣一點現金 我們可以開放邊界給這一群AI 順便跟他們做一波貿易 然後買回來的部分這邊也可以繼續把外交支持買回來 然後把奢侈品支援的部分也先稍微的買回來一下 奢侈品支援這部分可以幫你的帝國帶來滿意度的加成喔 那這個滿意度的加成的話他會對整個帝國的平均每一個城市的產出帶來一些加成的效果 你可以發現的是如果這邊像這邊羅馬的滿意度目前是加5 那這一個滿意度的加5的加成就會幫助我的所有城市加2 應該說這一座城市加20%的產出 而且是整個所有的產出都會加20% 你可以發現在最後一條這邊有一個加2.7來自滿意度 然後科技這邊也有加4.2來自滿意度 你會發現這個滿意度其實在後期甚至難度更高的時候 其實他會非常的重要 那至少現階段來說你能夠盡量維持就去盡量維持它 我現在是用奢侈品支援稍微買下去之後 來去把它滿意度再平均拉高一點點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我們現在開出售的部分 因為剛剛買完了那一部買完了這一個奢侈品支援 所以現在經濟稍微的又不太夠去買這一個經濟場了 所以我現在有幾個選項 我可以用鐵 來去跟他們換一點現金 我們直接來去跟 甘地這邊換一點現金過來 讓我的這座城市可以直接先買下經濟場 好買下經濟場了以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來去做原型大具場 原型大具場我們就按照規劃把它建在這個位置 OK 好那接下來建在這個位置的之後 我的下一個重點是我要繼續用錢 來去用這些資源來去換這些經濟 我現在需要的是我要買開拓者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話你可以考慮用現金 我也考慮用回合金幣 我現在應該會用回合金幣 因為現在沒有這麼馬上必須需要用到錢的 所以這部分我可以先用回合金幣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就先跟他做貿易 然後這個也先貿易出去 這幾個馬的資源我都可以暫時間不用 因為我不打算打仗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其實不太需要 那如果今天是難度稍微高一點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考慮把這些政略資源先保留下來 因為你有可能臨時都會有急需需要用到 OK這邊剛剛完成了學院 那這座學院的話它會是一個加6科技值的學院 因為我們有政策卡牌的輔助 所以它現在是加6 那如果我們這邊把商業中心也先綁下去 讓它先鎖定在這個產出 但是我們先讓它去完成一下圖書館 先把圖書館完成了以後呢 我們再回過頭來去做一下商業中心的部分 這樣子的話就還OK 好 OK 那這邊這一個的話呢 它現在來到舊定位了 我們可以來去照樣把這塊地買下來 然後再用這個建造者來去把這塊樹林採 把它挖開 這樣的話這邊就只剩下4個回合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配搭古城 那基本上這一個建造者也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了 它其實 能夠把這個時間壓到這個時候已經算是蠻不錯的 不要忘記我們只有花了大概三四個回合的時間 就讓原本需要二十八 還是原本需要三十六回合左右的產出的奇觀 就把它縮減到四個回合 所以這樣的話其實已經算是 減少蠻多時間了啦 我相信配搭古城基本上是一定拿的下來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 使者的部分呢我們現在有多了兩個使者可以去拿 這第一個使者我可能會先丟給卡蒂夫 卡蒂夫這邊的話可以直接先拿到這個中祖國的加成 分數加成 那再來另外一個重點的話可能會是波羅娜 波羅娜這邊的話也許 也許我應該要先把東西丟給波羅娜 因為它的加成效果其實對於我們現在來說是比較好用的 尤其它又是科技相關的城邦喔 那包含日內瓦的話這個部分其實也是需要去搶下來的 還有像是米特拉這一塊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可能會需要先來把米特拉拿下來喔 因為米特拉的加成其實是相對來說比較重要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每一座城市都會有一個學院在 所以這一個東西它的加成效果我們每一座城市都會吃得到 所以我現在重心會把轉向到米特拉這裡來 雖然說這邊有分數的加成 可是這一個搶下來我覺得相對來說是比較重要一點點的 好那這邊的話就先出來 然後你看起來應該是 嗯還沒有還沒有那個喔好吧 我原本以為它還沒有開放邊界出來啊 所以才會去看一下 那這邊看啊可以稍微看到一些些關係之間的改善 像是跟鋼果這邊的關係有變好 我們可以在它變成綠色的笑臉的時候跟它宣布友誼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貿易的 應該是沒有 好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也先稍微的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需要做貿易調整的選項 看起來似乎是也沒有 喔但是這邊挪威我跟它成功建建立的好有關係 那這邊的話你要嗎 這個甘地印度是不要 克里的話好像也ok 那我們就直接跟他們建立友好 鋼果這邊也是 但ok它看起來沒有還沒有要買還沒有要接受的意思 沒關係我們可以先振時間不管它 ok 好 這邊德國要跟我們交易這個鐵 然後順便跟我們開放邊界 先對上這個時間點來說我可以跟他們貿易沒問題 好他們這邊在被野蠻人打 然後我們這邊解鎖了大學這個教育的科技的這個建築喔 所以接下來的話下一個重點我們就會是走向大學的部分 這邊就讓他們先都自由探索過去 這一隻其實也是一樣自由探索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個科技的部分呢我們現在走完了大學 走完了大學了之後其實你科技的建築下一個重點會落在 工廠這邊你可能會需要有一座至少有一座城市 會需要有工業區然後要有工廠 去幫助它在六個單元格範圍內的建築可以有加成效果 然後牛津大學這一部分其實也可以考慮因為 這一個的話它可以幫梅當前的城市也就是建築它的城市去增加20%的科技 這個加成其實效果蠻多的 尤其如果比如說我們如果可以在這座城市建起來牛津大學的話 那它這座城市的加成會非常的高 或者是如果我們可以建在這邊的話 這座城市也還OK可是它不能建在秋頂上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是考慮建在這座城上面 那至於能不能夠建成就要看到時候的狀況了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再來下一個重點我們就是要走向研究實驗室 研究實驗室的話會是學院的第三階建築 它也是科技森林裡面算是蠻重要的建築區域建築之一 應該說是唯一最重要的建築 這東風的話可能要到後期再來去做了 我們現階段的話因為現在的這一個時間點喔 其實你會變得比較沒有什麼事情做 因為該跑的科技其實大致上都已經先跑完了 你現在就是慢慢的比如說朝向工業化 然後慢慢的朝向研究實驗室 最後再走向火箭技術 所以如果你一路這樣直接點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你這邊需要先跑完的是上面的這幾個政策 然後讓它這幾個先疊滿讓它可以先走上來 然後再來去走向別的東西 我這邊的話我應該會先選擇讓它去走向消食 把這個消食的資源先打開 我也可以好確定有沒有哪些區域是被戰略資源擋住的 沒辦法做這些區域的 這也算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喔 好啦那這邊這個部分的話 鋼果要用開放邊界跟錢來跟我們交換這一些嘛 我們也可以跟它來貿易這個倒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這一個回合的話會完成佩特拉股城 佩特拉股城會幫這座城市的所有沙漠單元格 加食物加金幣 然後也會加生產力 這部分如果你 我們現在讓它跑完了這一個畫面了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這座城現在變得完全的不一樣了 OK我們還完成了一座古典世界的奇觀 所以我們對福幣這個科技的加成也有一個尤利卡的觸發 好你可以發現這邊這座城的沙漠單元全部起飛啦 原本的這個礦蟲都已經直接有額外的經濟 然後有額外的生產力這邊都四個額外生產力加成 然後這邊的沙漠變成有食物的產出加成 所以這幾個只要能夠把這一整塊的沙漠全部拿下來 基本上就非常足夠去應付這座城的所有開銷所需 會是一個很強勢的選擇喔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呢接下來就要讓它去完成一下商業中心 然後這邊庫賣剛剛完成的圖書館 圖書館完成了以後我覺得你先去做一下水模 因為這邊生產力稍微的開始不太夠了喔 因為我後面想讓他們做大學還有商業中心的選擇 那商業中心的部分當然它也是可以先做 可是你在做完水模之後再回來做這些它的生產力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水模相對來說是會蠻推薦去建起來的一個建築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讓它先逃離這一塊讓他們自己去處理這邊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OK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吧 我們就目前來說的話這一座城市算是已經完全的規劃完畢了 它現在已經不太需要去做任何其他的規劃 它只需要這個學院建完了已經完成了 然後後面的圖書館包含後期大學然後還有像是研究實驗室都可以做起來 然後包含這個商業中心能夠帶來一些經濟的加成 只要這幾個東西完成了以後這座城其實隨意它發展都無所謂 最重要的關鍵當然還是佩特拉古城的完成 帶來了蠻巨大的改變 那這個東西 這兩座奇觀啊 稍微簡單聊一下就是金字塔跟佩特拉古城 其實前面在做的時候應該也有稍微提到的就是 金字塔這個奇觀它其實帶來的加成效果非常的不錯 你可以免費的在所有建造者建成的時候額外獲得一次使用的次數 那如果你可以搭配政策卡牌還有行政長官的話 你最多可以拿到7次的使用次數 這對於一個每次建成一個建造者的次數來說 的生產力來說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可是你在高難度尤其是不朽或者是神級難度的時候 你基本上很難去搶到金字塔的這個奇觀 因為大部分的AI都知道這個 都知道這個 呃...奇觀的強度 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AI都會去搶金字塔 只要他們有沙漠地區 他們就會去搶金字塔 即便他的金字塔也許沒有特別去跟 比如說文化相關的搭配 或者是任何奇觀位置上的搭配 他還是會去搶奇觀 像比如說我這邊這一座城 因為我現在本來就是要走科技勝利 所以我沒有特別讓他去做 呃...金字塔相關位置奇觀的規劃 那但是如果我今天有要做這個規劃的話 我這邊這個位置可以改成聚焰廣場 你會發現他直接變成一個加5的聚焰廣場 這個強度其實也是蠻高的 這部分的話就是如果奇觀 有搭配然後金字塔他們有搭配好的話 其實是會去做這個選項啦 那只是說我們這一場就不特別做這一塊 因為聚焰廣場我可能整場不太會做任何的 不會做任何一座聚焰廣場也說不定 我們就來看看吧 好啦 那今天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幾下留言 也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